头皮痒,头皮蟹掉满地,知漏性皮肤炎惹祸! 四药绝方掉发! 换季了,妹妹们烦恼的是头皮发痒,出油,甚至头皮蟹掉满地,在大庭广众下非常尴尬 更困扰的是,沐浴时发现掉发问题愈来愈严重,不禁想问,到底皮肤发生什么事了?皮肤科医师表示 调发的圆胸很多,除了大家熟知的毛囊发炎,压力造成的圆秃,还有容易忽略的枝漏性皮肤炎等 头皮发炎也会落发,常见,毛囊发炎,枝漏性皮肤炎 导致掉发的原因很多,除了年纪老化,血液循环不佳,营养不够,荷尔蒙因素,雄性遗传突,甲状腺疾病等部分药物副作用以外,头皮发炎也会造成落发,包括常见 毛囊发炎,接触性皮肤炎,头皮晒伤,脂漏性皮肤炎,以及较少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例如,红斑性狼疮,天炮疮等 脂漏性皮肤炎属于慢性皮肤炎,本身和油脂没有绝对关联 尤其,随处气温环境变化,容易导致头皮敏感脱卸,容易使脂漏性皮肤炎来报道 什么是脂漏性皮肤炎? 皮肤专科医师卢静怡表示,脂漏性皮肤炎最常发生在头皮,脸部,症状从轻微的头皮痒,头皮屑,到严重发红,发炎,掉发都有 脂漏性皮肤炎是一种很常见的慢性反复发作皮肤炎,湿疹 病因不明,主要是体质,也可能和皮屑蟹包菌刺激有关 虽然病名当中有脂漏二字,患步有时也会出现黄色及油腻的脱卸,但本身和油脂没有绝对关联 脂漏性皮肤炎 脂漏性皮肤炎不是脂发生在头皮,眉毛,鼻翼两侧,唇周,耳朵前后,耳壳,前胸与肚脐都是好发区域,有时也会发生在鼠膝部 常见的刺激因子包括,过于劳累,作息不规律,睡眠不足,压力或心情不愉快,季节交替,生病,生理期,过度热刺激等 当发生于头皮时,会影响该处肌肤以及毛囊生长,所以会暂时落发 但是,只要早期控制住发炎过敏状况,落发问题其实不会很大,也不会造成永久落发 除非不正常骚抓,抠出疤痕,才会造成疤痕性落发,少数人会在局部骚抓过度,导致慢性抬显化皮肤炎,此时也可能造成头皮不健康而落发 急性发作时,需使用外用类固醇药水或药膏治疗,一般约一至两周即可改善 除了类固醇药膏之外,也可使用复合抗牙包菌或舒缓发炎的洗发精 情况严重 难以治疗者,可考虑使用口服药物,抗过敏,抗发炎,抗霉菌,治疗 对抗之漏性皮肤炎需要先保持头皮健康 抗发,才能改善头皮肤问题,避免掉发,如静怡医医师说明,日常生活中可以从洗发,作息,饮食及环境四方面来预防 四点 对抗之漏性皮肤炎 1. 洗发方面 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含义质芽包菌成分的洗发精 若是发痒泛红情形严重时,反而应配合舒缓敏感的洗发精 如果头皮油腻 如果头皮油腻需天天洗头时,应选择性质温和的洗发乳,并依寻注正确的洗发方式 避免用力拉扯,洗发后使用吹风机吹前头发的温度也不宜过高,还有避免使用太尖锐的梳子梳头,以免误伤头皮造成感染,或者刺激头皮,加速头皮屑的产生 2. 生活作息方面,应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与充足的睡眠,避免长期的情绪紧张与过大的压力 3. 饮食方面,应避免摄取含过多咖啡因、糖分、油炸与辛辣刺激的食物 4. 适量地补充含与含风附维生素杯的食物,多吃蔬果,调整自身的免疫力 4. 环境方面,保持所处环境的通风顺畅,也可减少头皮屑的产生 4. 此外,也要注意正确洗头方式,以防止掉发 5. 要决正确洗头防掉发 5. 不要将洗发乳直接倒在头皮上,应先将头发淋湿,并将洗发经挤在手掌搓揉至起泡沫,再用在头发上 2. 洗发可洗两次,第一次先简单清洁头发,让发上脏污脱落,用水冲净后,才洗头皮以及再次清洁头发 3. 清洁头皮要用指腹轻按,不要用指尖抓伤头皮 4. 将洗发乳冲掉时要用温水,水温要控制在36至40度,不可过热 5. 使用前毛巾轻压头发,使水分被毛巾吸收,不要用力拉扯头发 5. 最后再用吹风机吹前头发,要注意吹风机不要太靠近头皮,保持10至15公分距离为宜 5. 医师脚叮咛 5. 最后提醒,落发原因有很多,建议民众还是要寻求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以后提醒,落发原因有很多,建议民众还是要寻求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 5. 避免错失了黄金治疗期。 5. 换季了,妹妹们烦恼的是头皮发痒,出油,甚至头皮界掉满地,在大庭广众下非常尴尬。 5. 更困扰的是,沐浴时发现掉发问题越来越严重,不禁想问,到底皮肤发生什么事了?皮肤科医师表示。 5. 要发的元凶很多,除了大家熟知的毛囊发炎,压力造成的元秃,还有容易忽略的枝漏性皮肤炎等。 5. 头皮发炎也会落发,常见,毛囊发炎,脂漏性皮肤炎。 5. 导致掉发的原因很多,除了年纪老化,血液循环不佳,营养不够,荷尔蒙因素,雄性遗传突,甲状腺疾病等部分药物副作用以外,头皮发炎也会造成落发,包括常见。 6. 毛囊发炎,接触性皮肤炎,头皮晒伤,脂漏性皮肤炎,以及较少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例如,红斑性狼疮,天炮疮等。 7. 脂漏性皮肤炎属于慢性皮肤炎,本身和油脂没有绝对关联。 7. 尤其,随处气温环境变化,容易导致头皮敏感脱泻,容易使脂漏性皮肤炎来报道。 7. 什么是脂漏性皮肤炎? 7. 皮肤专科医师卢敬仪表示,脂漏性皮肤炎最常发生在头皮、脸部,症状从轻微的头皮痒、头皮屑,到严重发红、发炎、掉发都有。 7. 脂漏性皮肤炎是一种很常见的慢性反复发作皮肤炎、湿疹。 8. 病因不明,主要是体质,也可能和脂脸牙胞菌刺激有关。 虽然病名当中有脂漏二字,患步有时也会出现黄色及油腻的脱卸,但本身和油脂没有绝对关联 脂漏性皮肤炎不适之发生在头皮,眉毛,鼻翼两侧,唇周,耳朵前后,耳壳,前胸与肚脐都是好发区域,有时也会发生在鼠膝部 常见的刺激因子包括,过于劳累,作息不规律,睡眠不足,压力或心情不愉快,季节交替,生病,生理期,过度热刺激等 当发生于头皮时,会影响该处肌肤以及毛囊生长,所以会暂时落发 但是,只要早期控制住发炎过敏状况,落发问题其实不会很大,也不会造成永久落发 除非不正常骚抓,抠出疤痕,才会造成疤痕性落发,少数人会在局部骚抓过度,导致慢性抬显化皮肤炎,此时也可能造成头皮不健康而落发 急性发作时,需使用外用类固醇药水或药膏治疗,一般约一至两周即可改善 除了类固醇药膏之外,也可使用复合抗牙包菌或舒缓发炎的洗发精 情况严重 情况严重,难以治疗者,可考虑使用口服药物,抗过敏,抗发炎,抗霉菌,治疗 对抗之陋性皮肤炎需要先保持头皮健康,才能改善头皮泄问题,避免掉发 卢静怡医医师说明,日常生活中可以从洗发,作息,饮食及环境四方面来预防 4. 对抗之陋性皮肤炎 1. 洗发方面,可以选择含义质芽包菌成分的洗发精,若是发痒泛红情形严重时,反而应配合舒缓敏感的洗发精 2. 如果头皮油腻 如果头皮油腻需天天洗头时,应选择性质温和的洗发乳,并依循着正确的洗发方式 3. 避免用力拉扯头发,洗发后使用吹风机吹前头发的温度也不宜过高,还有避免使用太尖锐的疏色 3. 避免物伤头皮造成感染,或者刺激头皮,加速头皮屑的产生 2. 生活作息方面,应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与充足的睡眠,避免长期的情绪紧张与过大的压力 3. 饮食方面,应避免摄含过多咖啡因、糖分、油炸与辛辣刺激的食物,适量地补充含丰富维生素杯的食物,多吃蔬果,调整自身的免疫力 4. 环境方面,保持所处环境的通风顺畅,也可减少头皮屑的产生 4. 此外,也要注意正确洗头方式,以防止掉发 5. 要决正确洗头防掉发 5. 要决正确洗头防掉发 5. 不要将洗发乳直接倒在头皮上,应先将头发淋湿,并将洗发经挤在手掌搓揉至起泡沫,再用在头发上 2. 洗发可洗两次,第一次先简单清洁头发,让发上脏污脱落,用水冲净后,才洗头皮以及再次清洁头发 3. 清洁头皮 3. 清洁头皮要用指腹轻按,不要用指尖抓伤头皮 4. 将洗发乳冲掉时要用温水,水温要控制在36至40度,不可过热 5. 使用前毛巾轻压头发,使水分被毛巾吸收,不要用力拉扯头发 5. 最后再用吹风机吹前头发,要注意吹风机不要太靠近头皮,保持10至15公分距离为宜 5. 医师小丁宁 5. 最后提醒,落发原因有很多,建议民众还是要寻求专业的皮肤专科医师,一样的皮肤专科医师。 6. 以免错失了黄金治療期。 6. 以免错失了黄金治疗期。 5. 以免错失了黄金治疗期。 6. 以免错失了黄金治疗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